南魔本师释迦牟尼佛 五上圣身为妙法 海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世间无常苦 又这么不可靠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那问题这么多 众生这么苦 世界这么乱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 来讲这个问题 那么导师在《成果之道》里面 就这世间人所皈依的几种情形 提出来讨论 来看二十六页 为神好凶杀 欲天担诸欲 独犯依慢诸 亦非归依处 那么这个世间的宗教 大概不外乎这三种 就是人所依靠的 就是那种所谓灵界的力量 那么基本上宗教 那基本上大概都是有神 那么这个神基本上就分这三类 第一个一般我们讲民俗宗教 那民俗宗教大部分是依鬼神的 就是民俗宗教大部分都是性鬼神的 万物有怜这种 那么尤其是一些比较像原住民社会 或是早期的社会基本上都是性鬼神的 包括中国早期 乃至于秦朝汉朝 乃至于殷商 殷商众鬼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孔子 这个夏商宗 孔子是周朝 武王武王的时代 之后周公 那之前都是种鬼的 殷商种鬼 凡事都要误过鬼 到了汉朝基本上 虽然以民家为主 基本上也都是种鬼神 那秦朝也是求先道 开始有这种情形 西方人的宗教 一般我们讲大部分的民俗宗教 最多的是性鬼神 最多的是性鬼神 另外的大概就是性天神 我们就是把看不到的 基本上分作鬼神跟天神 那天神又分两类 玉界天跟色界天 大概是这样 当然还有一类是拜畜生的 比如说龙王 那么这个也大概归类在鬼神里面 那老师会想 就是说一般我们说 这三二道里面 三二道里面 比较高等的畜生 它也有一些人力 我们讲天 天 人 修了 人是没有 就是一般性那些看不到的 天 天主要分作玉界天跟色界天 不色界天的人不会下来 那么色界天到出禅 出禅以下才有在人间 出禅以上就不在人间 他不会来 因为他禅业为止 他修禅殿 他禅殿的世界里面 基本上来说 就比较没有那种眷属的那种部落 就没有网在定中 所以有神的 一般如果我们分 分天神跟鬼神 如果这样分 神教一般的宗教 就分天神跟鬼神 那其他那些清零鬼怪 就是有动物的 有什么的 这些例外放在鬼神里面 那么鬼神教是最多的 那就是一般的民属宗教 这就是最多的 那么如果从 我们从台湾社会来说 三太子 那么那些像这个官公 然后妈祖 那么类似像这一类 还有万印公 然后人家那种非常多 十八王公 什么 像最多像我们台湾 大概每一个村都有一个庙 每一个村都有一个庙 那么只有少数几个是姓天神 大部分都是姓鬼神 那一般我们看到什么将军 什么元帅 什么将军 什么元帅 什么三三国王 类似像这一种 大部分都是属于有财鬼 这个鬼主要是有财鬼 那少数也有一些比较阴的 那个是少财鬼也有 那大部分是有 比如说像土地公 土地公也是有财鬼 官公是有威力的鬼 也一样 有时候鬼界就是 就是属于鬼道的有财鬼 跟天界的有一些有一些相近 基本上民主宗教里面有财鬼居多 所以我们说像台湾大部分都拜 所以有财鬼它基本上也是 比如说比较属于正神这一部分的 比较属于正神这一部分 那另外另外台湾也有少数也有 比如说拜玉皇大帝 比较属于天公廟 像这一种 尚贝公 尚贝公 尚贝公就是尚财神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还有上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的角色 它是属于天界 因为它是第一天赤王天 但是四大天王所领的步骤 都是叶叉罗叉 叶叉罗叉基本上在天跟鬼之间 在天神跟鬼神之间 它有威德力 像关公这一种 它不是一般的鬼 它是类似有这样天的能力的 那像一般我们说的气功那一种 那不是真的气功 那就是鬼神附的 像三太子 那不是真的三太子 就是哪那么多的三太子 但是有很多鬼神附在那边 它就变成这样 那那几个例来讲 就比较少财鬼 比如说 像有些人玩蝶仙那一种 那一种就是少财鬼来附的 有些人来附 那一般像 鸡蛋鸡那种 那个有些是少财鬼来附 有些 有些也附 那像浮软那一种 浮软大部分也就是鬼神 天神不会来浮软的 第一个天神不会附身 你要知道 那天神 天神的格比人还高 他怎么可能附在人的身 就好像一般的人不可能去住租倦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 天神光明很大 他不太会附人的身 他不用附他自己就可以化身 现身 所以附身的 附身的浮软的这一种 大部分 大部分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几 基本上都是 就是鬼神类 但是鬼神类有很多有威德力 你不要小看他 有些也很有威德力 所以有传说 这个阿修罗跟天人打仗 他也有威德力 他也有天的能力 有啊 他也不是一般的 一般的 那最高的 在这个世界 天神最高的就是犯天 就是基督教的上帝 犯天神 就大犯天 犯天神是 在这个世间的天神里面最高的 再上去恶禅 基本上就没有 没有牵挂不下来这个人间 因为他在禅气 他以禅灭为止 我们这样讲禅灭为止 然后他也不会是聚众 不会 那最高的是犯天神 就是我们说的上帝 那再下来 比较常见的 就是刀利天神 刀利天 刀利天 就是我们讲的玉皇大帝 那所有的天神 就是犯天以下 这个社界 社界有18天 但是这个是初禅天 初禅天以上 二禅天以上的天神 基本上就没有来了 那他们没有那一种 聚众的那一种 眷属 比较没有那一种期望 那所有的天神都会下来的 包括鬼神也会 鬼神有胎生有化生 天神是有化生 鬼神也有胎生的 就是那种鬼也会生小孩 鬼有胎生 但是天神没有 天神是有化生 那他们的人怎么来 世间的人要修 他们的法 五戒十善 我们前面讲 你有五戒十善 你才有天 你才有天人 所以有时候像刀利天主 或是赤王天的 或是夜魔天的 夜魔天的角色比较 我们讲天有几种 叫天嘛 天有六天嘛 那四王天 这四大天王 那这个高利天 那这两天是地居天 依须弥三处的 依佛教来讲 依印度的文化来说 这个两天是地居天 后面会讲到 后面大概一百月 后面那边讲五区 还会仔细讲 我们现在只是暂时讲 大概 因为老师这里在讲 大部分人的皈依对上不出这三个 色戒的犯天 玉戒的高利天 或天神 其他的天神 然后就是基本上 民族宗教的这个有才鬼 鬼神 鬼神浩雄家 然后玉天 你看他就讲这三个 鬼神 玉天 毒贩 那玉天就是 玉天就是六玉天 六玉天 玉戒的 玉天就是玉戒的天 那玉戒的天 除了这个四王天 道律天 还有夜魔天 然后多帅天 然后画六天 他画自在天 画六天跟他画自在天 这我们稍微写一下 多帅天 然后画六天 然后画六天 还有他画自在天 这个后面会讲 我们大概只是简单讲 好 那么这些天人 他都会派天使 派天使来人间传法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没有人 世间没有人修他的法 他天上就没有人了 他天人 寿命禁五衰象限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 他们就好像你没有人 如果我们现在是真兵制的 是木兵制的 那你要派 不管是海军 陆军空军都派来招生 不然没有人去重新军队 你就没有人了 这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道立天主 道立天主经典这么说 道立天主有一天就在寻啊 寻啊 天人怎么越来越少 报告大王 因为世间的人 现在都做兼犯科不行 五届十三 所以就没有人 升到这边来 就好像学校没有人 现在的人都好玩 有的官道建议 有的都是去啊 都没有人来读书 就没有人了 学校就没有人了 那不行啊 因为天人要人都好玩 他们天天都有 都会有宴会啊 什么这些什么的 所以他们就会派人来传 就是 所以世间他们都通教就是这样 世间他们通教 因为每个天都需要人 但当道立天就有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都需要人 他其他还有其他的天 所以你会像 比如说一贯道这种 叫你吃素啊行善啊 但是他的教育有一点点奇怪奇怪的这种 他就会生到其他的天啊 天上天啊这些 不思辞卷 因为你只要是不思辞卷 就能生天嘛 其他你怎么样念 念什么 念什么 对不对 他不妨碍啊 除非你破坏佛教 回报佛教 那你就有一些恶意 不然不妨碍啊 就是你信什么神 真的假的 有没有无神脑骨 那都不重要啊 就是说 他只要是你能不思辞卷 吃素啊 然后敦伦敬奔 然后这些他就能够升天啊 但是你依他 他们的天人来 然后叫你修他的法 然后就升到那一天去了 这个是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御天了 那像夜谋天 多大天我们知道 那花乐天 汤花之在天我们比较少听到 然后汤花之在天就是魔王 天魔 那夜谋天 夜谋天早期 夜谋就是炎魔 炎魔王 炎魔天 夜谋天以前就是炎魔天 那像我们的炎魔王 就是夜谋 夜谋王 炎魔王 它以前翻译叫炎魔 但是后来印度的文化也产生变化 就变成上面有炎魔天 下面明界 天界有炎魔天 下面就炎魔变成两个 下面有炎魔王 中文管管这些孤魂野鬼鬼 鬼道众生的下界 就变成鬼界 就变成天界有一个炎魔 鬼界有一个炎魔 后来就变成这样 到底事实是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印度文化里面的 那传到中国 中国就变成石殿燕罗 就变成这样 就是光明管明界的 那这我们就不管 大概就是御天 那么现在讲的就是鬼神 民俗宗教这一部分 我们先讲就是 那么社界最高就到饭天 那异界主要是刀立天 那像刀立天主我们也有 就是中国也有人在办 就是主要是刀立天 传说这个中国的宫殿事件 只是刀立天人派人下来指导的 真的假的 也有可能 因为人间的国王 他有可能布施之后 会生在刀立天 或是刀立天的国王 刀立天王的时候 寿命禁有可能下来做 因为他还有余虎还很大 有可能 也来下来做人间的国王 也有可能 就他们的刀立天主 天寿禁 福报没那么大 但是他还有很大的福报 有钱人在变穷 他还是比一般人有钱 就变成这样 但是有些很难说 有些就直接就 全部没有 那鬼神 现在来讲鬼神 那鬼神 鬼神基本上是 鬼神有三种 有财鬼 少财鬼 跟无财鬼 这个后面会仔细讲 我们现在不仔细 后面再来讲 后面讲到武器的时候再来讲 那么基本上 能够有力量 基本上都是有财鬼 那导师这里也讲到 所谓天文八博的东西 下面再来说 那一般的宗教信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 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国家 社会 然后这个宗教 国家 社会 然后这些世间的 都没有办法保障 那么你的名声 你的眷属 父母 眷属 这些 基本上大家都在 无产里面 都不可靠 就是看得见的 这个 都 暂时可以靠 但不完全可靠 你父母在怎么疼你 愿意为你牺牲生命 有一天他也老也变 也照顾不了你 你不能永远靠他 也不能一直靠他 他也有忍意不起的时候 然后靠儿女 那也没办法 先不要讲儿女消不消炫 那么儿女 他自己也一样 他也在老病死里面 也在因缘变化里面 他也有自己做不了主的时候 所以也不完全可靠 那么世间靠社会 靠国家 靠这些其实也不可靠 也一直在变 社会国家一直在变 前面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那到底我们要靠什么 靠那些看不见的 这个都是看得见的 看得见的实际上都不怎么可靠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看不见的呢 看不见的 基本上世间人所靠的就是三种而已 鬼神 天神 还有就是梵天 欲天梵天 还有鬼神 这三种 那这三种可不可靠呢 大部分的宗教就是这样 一神教多神教 一神教就是信上帝的 一神教就是信上帝的 多神教就是很多种 像印度也是很多神都信的 中国也是 你看我们拜那么多 那基督教没有 基督教就是一个神而已 只有他一个神 其他那是神的死者 那是天使那不是 那个也是 但是那个是神的死者 只有一个神 那像中国 拜妈祖拜什么拜什么 非常多了 什么王 什么王 都拜很多 那这个是多神教 那一间的宗教就是这样 那其他无神教 那个是 那个就不算宗教了 那个就是一种理论 比如说共产党 这些无神教的 他不强调有神的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 那比较倾向的哲学这一派 因为他宗教基本上 大概都会有一个神 那神就大概就是一神教 多神教 大概就这两个 好 那好 我们来看 看老师讲的 所以 他的这个记就是说 世间的宗教基本上就是三个 鬼神 天神 跟梵天 那这三个也不是归一处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知道求归一 因为世间五着二师 随时在变化 那么 急 让我们急没有安全感 那怎么办呢 那生老病死 眼看的都不断在变化 那我们 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 依着谁 可以帮我们找到出路 我们说过 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跟生活的问题 我记得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就常常要背这两句 生命的意义在追求宇宙寄起去生命 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我不晓得你们都市有没有背这个 没有 你还有背吗 一样 生活的目的在哪里 生命的意义呢 可是这样看起来 我们在创造宇宙寄起去生命 这个有一点点好像懂 又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 这样的感觉 创造宇宙寄起去生命 那生命到底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有老病死 我们的生命何去何从 那为什么会现在是这个 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状态 我们的生活 充往了那么多不确定性 充往了那么多逼迫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常常在问的 如果你看那个屈原那个离烧 那个比较是建设的那个很难读 但是他就有一个天问 问了很多问题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充满了这种忧果忧似 但是他也在问 那世界是谁创造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 怎样 那其实只要是人 你稍微静下来 你大概都会问这些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问谁 那区域也不去问天 我们有机会就去问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以前我小时候我也想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么苦的世界里面 为什么都是我在受苦 因为我们常常是这样的 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比较 马上比较到 为什么快乐的都是别人 痛苦的都是我 那会有很多问题 那人为什么会有死 会死到哪里去 那这些问题 其实一直都会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就开始有所谓的 哲学跟宗教 哲学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宗教在解决荣誉 好 那我们来看 知道求皈依啦 可是又美味外道邪忠俗 你看佛陀没有出现在世间 那么多求解脱的人 那么多求升天的 求升天就很多 可是那些宗教教他们怎么升天 教他们怎么解决问题 你看看我们以前的宗教也是 那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极为错误 天只要发生灾难 皇帝就率着无目百观祭天 那么西温 因为以前的人认为 就是散伐善恶 是天在散伐善恶 散善罚恶 天灾人磨瘟疫 那个都是天在惩罚里面 因为你不做好 洪水是河省作冠 所以要祭河省 那么古来宗教很多 各个地方都有 有些杀生祭人 牺牲人就是杀人 小孩 妇女或是什么样 都是祭喉神 祭天神 有些是杀动物 所以牺牲就是这样 连孔子都没有办法 就是孔子 孔子是讲仁爱的 但是因为奴家以前 动物不再有情 就是动物跟人是分开的 那奴家的人爱 那基本上主要是针对相似人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有人要牵一条牛去祭祀 因为要祭天 以前 以前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就要牺牲 牛 羊 要杀去祭天 但是牛知道要被杀 牛是被杀要知道的 然后就开始发抖牛眼泪 那这个 这个 牵有人就问孔子说 怎么办 他又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那你又没有犯什么罪 但是因为要举行计理 要被杀 很可怜 他又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他又要被杀 他很爱看 你看他怕到这个样子 这也没有犯罪 那怎么办 孔子说那放一条羊好了 羊还不适宜 那羊也没犯罪 但是孔子说没办法 可是祭祢不能不取行 孔子很忠实祭祢 不能不取行 所以 但是这个就表现出 他的人爱 但是佛教的就更扩大 不杀神 印度不杀神不害是 是他们传统的 非常好的一个思想 但是早期 有一些他也是牺牲 举行那种 你看 以前尼伯尔才不久 杀那个牛羊 你看那个画面 吓死人几十万头牛 杀神祭祀做什么 祈求天神保佑人女 所以你看 等一下会讲 这些天龙八部到底怎么来的 他就问 神也没去问佛 为什么 天龙八部那些也就是 像人像鬼的这种 阿修罗 锦纳罗 摩佛罗切 这种天龙八部这种 他们到底是什么因缘 会堕入三二道 这个都是三二道 就是什么因缘这么有威德力 然后又可以闻到佛法 同时有善有恶很奇怪 就是这种 发善心做坏事 然后先布施 后来又杀害 为了布施就行杀害 为了杀害行布施 类似像这样 他就会同时有善有恶 叶报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天龙八部这些原因 那很多人要升天 不晓得升天的方法是什么 很多人要解脱 不晓得解脱的方法是什么 你看佛头如果不出现在世界 那么多要修解脱法的人 都不能得解脱 印度现在还有一大堆苦行者 在山洞里面一闭关 就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都被吃不喝 中国早期也有 那个炼丹的那种 也有屁股的 那种修常仙的 常生贵老的 那种比较属于仙道 中国有一个仙道 仙道比较属于天道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你曾经 一般是比较属于仙道 就比较属于天道 印度的文化里面没有 仙就是天 仙人就是天 人员经就把仙道 独立出来变成七道 有一个仙道 有一个仙道 就变成这样 那其实就是 原来是五道 后来多了一个阿修尔 变成六道 仙人经又多了一个仙道 变成七道 那其实 其实他就是在天 在天上 天人的方法 不知道是哪一天就是 好 他说免为外道邪中俗 他没有提供正确的方法 没有提供正确的方法 所以你说瘟疫就瘟神 地震是地牛在翻身 所以他用的方法就是 要去震这个地牛 洪水就是龙王在作怪 当然如果龙王作怪也会 但你不能够每次洪水都怪龙王 例子像这样 就好像说 如果有那一些冤灵作怪也会对 但你不能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都怪殷勤太主 不能够这样 例子像这样 好 那么龟的对象不但是依赖他 也是以他为贬型而效法他 所以龟的原始意义不是依靠 依靠只是其中一个 就是学习效法 龟 龟像 依资 你为什么要跟在他旁边 你要学作菜要跟在厨师旁边 你要学画画要跟在画师旁边 一样的道理 跟他学 那重点是要跟他学 依赖他是要跟他学 那所以龟一是学习 依资 学习 向他学习 他有没有为模范 这个是龟一的意义 那我们现在龟一的就是 就是依靠他 不是 不是依靠 依赖他 不是依靠他 那龟一佛 依靠佛 有的人就念得很顺 龟一佛不多依赖 龟一法不多恶鬼 龟一生不多出生 三龟一完就不割三二道完 哪那么好 你就是有十三龟一症 你也不割三二道 那跟你龟一谁 跟你龟一谁 然后有没有龟一症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个是你龟一症 那个是你龟一之后 你有没有跟他学有关系 学了些什么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了 所以他是以他为典型的效法 所以你从天人下来 他教了天然后你就是先 因为他就是一个这样升天的 他就教你这个 你依照他的方法这样修 那么你也升天 其实就是这样 就升他那个天 他做多少你做多少 你虽然做得比他不足 但是做得跟他差不多 少一点多一点 他没关系 他还是升到他那个天 其实就是这样 那鬼神也是这样 鬼神也要招生 也有 鬼神有很多鬼神也要招生 就好像警察也在招生 黑道也在搭人 有没有道理 事件是这样子的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没有智慧 很用功修 修到都变成鬼神 会喔 真的会喔 就会拉一大群 那个鬼王很厉害 那个鬼王就看哪一个人比较有力量 就影响那个人 那个人底下就影响一群人 就带这一群人全部 然后等到他们几十年死了之后 那个鬼界就兴盛 就这样啊 当然都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信仰 信仰有时候还是要有一点智慧 不然喔 你都以为你会升天 对不对 其实不是啊 都做了鬼 都做了鬼啊 好 所以 就是没有这种自觉的心境 也是会受薰染 所以这是不能不谨慎的 所以关于喔 其实你要去哪里拜喔 稍微要稍微解证 因为你一旦拜错喔 它有两种情形啊 除非你的福报道 那你的福报道 你如果我们讲善根福德因缘 就讲善根福德因缘 你的善根就是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生喔 你一看 你就知道这个不对 这个不要去 你不相信嘛 你的福报道 你不会去遇到这个 你不会遇到 自然会有好的把你牵 牵到那边好的去 还有就是要靠你的因缘 你的因缘生 你自然而然就遇到跟你相应的 会 只要有缘 不管多缘都会遇见 不管过几生都会遇见 只要有缘 缘是最重要 但是你如果有智慧 你如果有智慧 就算你遇到不好的 你也能够分辨 你有福报 你不太会遇到不好的 你大概遇到都是好的 福报道 那一样的这个道理 好 但是一般的人 其实信仰宗教要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你一旦进去也遇到 你看那个以前 各个地方都有 那种邪教很恐怖 美国那种大卫教派 那个死了多少人 日本的奥姆尼教 你看 他死了多少人 他放毒气 他没有死那么多人 那像这种历史上 历史上这种邪教 其实非常多 那如果你们有开过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比较山塔基 现在美国还很牺牲 三塔基不是肯德基 那三塔基那种也是胡说八道 也是很多的信 那也是很奇怪 还有那个 韩国统一教 事先这种奇奇怪怪 而且那种比较 那种都还跟天不相应 跟天不相应 那种一定是鬼神 为什么 那天啊 天啊 天的比较像 像一官票这种 还比较接近天 比较接近天文 那一个他还是善良 那不思实见 所以他的思想不对 但是基本上也修行 那这种还比较接近 就是欲欠的 欲欠的 欲欠的 那你说像青海这种 青海这种比较像精灵鬼怪这种 青海有修行 如果青海跟卢神院比起来 青海比卢神院 卢神院这个明显是鬼神的 卢神院是鬼神的 鬼神相遇的 青海 青海比较是那种精灵鬼怪 再高一点点 再高一点点 那这种其实世间的中间这种 太多 但是一般人不会分辨 老实讲 一般人不会分辨 青海是有修行的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外道都有修行 普通时代很多外道都有神通 但是像他们都没有 他们只是有一些 有一些灵通 灵通跟神通不一样 我们讲过 不一样 灵通是靠外力加持 就是给你的 神通不是 是自己功德浮发的 那个不一样 那这个 所以他说 因为你如果修了这个法 你就会受他影响 那么你受他影响 你这样修 修觉了 熏习觉了 死后你就会跟他一样 他是鬼你就鬼 他是神你就神 他是天你就天 就是这样 很简单 所以这个不能不谨慎 不能不谨慎 皈依的宗教对上 形形色色 非常多 现在略说三类 从他们的缺点中 说明他们不是真正的可皈依处 先要讲什么是不能皈依的 第一个前面是在讲 为什么人要皈依 要有个皈依处 先讲人为什么要有个皈依处 因为你看见这些世间的无产苦 生死流转 前面就讲这些 人生死流转 流转里面有种种的苦 验尊慧爱别离求不得 老病死 所以你必须要有个依靠 就好像前面讲 就好像生死大海里面 宰福宰成 有船来 那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赶快抓住这个船 可是你要抓的是对 你抓到海盗船 那你就麻烦了 你抓到海盗船 你也是上个船 但是你被抓去关起来 抓去做仁子做苦工 那你抓到那个草 就沉下去了 所以你必须要 你就是我们说上了贼船 所以你必须 他在这种情形下 你必须要有个规矩 你在大海里面宰福宰成 可是到底我们要认什么才可以 现在跟你讲这个 世间的人都有 都有这种情形 从世间来讲三种 第一个鬼神 那照中国的说法 天神地起人死为鬼 鬼就是鬼 人死为鬼 人死为鬼的观念不对 但是中国的观念都是人死为鬼 一直到现在都这样 虽然佛教也在中国流产那么久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人死为鬼 为什么 看人死之后我们怎么对待他就知道了 拜卡买饭 要烧银座 要烧酒 要烧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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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烧固 固浅其实是 应该是清朝才开始流行的 如果最早明朝 清朝明朝才开始流行 因为他是从寿生金来的 寿生金是很后来的鬼经 寿生金的理论是说 人之所以来投胎 是跟阎罗云间借钱来投胎的 那你如果借的钱多一点 你就长得比较好一点 比较有钱能这样 但是你要还钱 你如果不还钱 你死的就会很苦 所以你最好在还没死之前就还钱 那么如果没有 那你也必须在你死的时候你要还 每一个人他有造时辰的 这个十二生肖 什么时辰什么时辰生的 是借多少借多少借多少钱 几千几百两 每一个人不一样 他有一个表 比如说你是正月初一 紫辞真 然后属什么 你借了两千四百两 你要还 你不还 你惨了 你死了之后 你会受很多苦 而且不能投胎 这是什么道理 不说八道 可是很多人信 很多人信 所以赶快 那个子孙人 而且他死的时候 赶快要烧很多库钱 第一个是给他带的 第一个是要还钱的 还银间的那个银行 还要还 然后第二个还留给他用的 这个其实不是说八道 可是很多人信 这个其实就一直流传流传到 后来人时都要烧库钱 现在好像比较少 有些也在烧 我记得我爷爷奶奶 往前的时候 哎呀 一群人 因为他兑换率很高 就我们一万块 好像换他一百万来一千万 忘记了 我不晓得 反正还用兑换率 就说你拿一万块 可以买一百万的库钱 换率像这样 换率像这样 然后就 我用两千块买他一百万 或是我用三千块买他一百五十万 换率像这样 就每一个人出 那个库钱都跌得很高 我记得我爷爷往前的时候 那个在那个以前空地很多 那个库钱这样比这个 围的比这个还大呢 围的比这个教室还大呢 围起来就这样烧 那现在好像比较少看到烧库钱 比较少的 那有就是烧那个名字给名字而已 库钱的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 那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那种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然后就是这样 以耳传的 就这样一直传下来的 那天神地情 就是我们说人死为鬼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要拜坊 就人死了就会做鬼 那有力量的话就做神了 他会做这样 其实不是 人死而不应做鬼 鬼只是六道之一而已 而且一般依佛教的说法来讲 人死之后他还不是鬼 我们上一节课有讲 人分之这种存在 生有 本有 死有 还有一个中有 中有不是鬼 中医生不是鬼 中医生不用吃 可是我们死的时候就要拜 拜 假等 暗等 然后他再过小牙 有些他喜欢喝酒 就给他一瓶酒 有些喝咖啡 就给他一杯咖啡 就这样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居士来找我 不是找我 他说 他说他爸爸的忌热 然后他要买很多酒给他 因为他爸爸喜欢喝酒 因为喝酒死掉了 我说你爸爸就是因为喝酒死掉了 你还要给他就 你还要给他买酒 他喜欢喝啊 生前大家都会禁止他喝嘛 死后给他喝个口 这样好吗 那有些他爸爸喜欢土婆 他烧一个马茄给他 哎呀很多啊奇奇怪怪的 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 人死的不一定做鬼 而且刚死的时候 中阴生其实是不需要吃的 鬼要吃啦 但是鬼有很多种 鬼还分很多种 不是所有的鬼都吃跟人一样 没有 没有 你看动物一样 有吃草的 有吃肉的 有吃木头的 有吃大便的 有吃泥土的 种种 鬼也是这样 有吃头发的 有吃大便 有吃小便 有吃人剪下的 有吃皮屋屑的 有比较好的有才鬼吃跟人一样 其他的鬼不一定 其他的鬼不一定 也像高等动物啊 狗啦貓啦 可以吃跟人一样 那些低等动物就不一样了 蚂蚁啊 或是白蚁啊 或是蚯蚓啊 就不一样了 低等动物就不一样了 高等的鬼基本上吃跟人一样 低等的鬼就不一样 吃大便的 吃小便的 所以说我们出家人 上厕所要先上盘子 告诉说我要来上厕所 来 你如果再吃大便 你先让开一下 等一下我做蛋糕给你吃 你先在这边要吃 要先跟他讲 要不然你把蛋糕砸到头上 还有一点生气 这个是 所以鬼不一定 如果吃大便的鬼 你给他 你给他饭吃他也不吃啊 他不吃啊 那所以这种 这种其实鬼是非常多的 后面会讲 大概100月那边有讲 我们后面再仔细讲 那现在是讲说鬼神 其实他本身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不是我们的归求 那人死为鬼的观念 其实中国还有 死了就鬼 做鬼然后都要超度 那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死了才去做 不是活着的时候要做 第一个 你还健康 像现在你就要做 你要正念 不要人家正念 那你真的没办法 生病的时候 要赶快提起正念 再没办法 你命中之前要提起正念 那我们都不是嘛 都等到他死了之后 要联络法师 联络祝念团 来祝念 不对 这样不对 这样力量最小 那你最好就是 你这样活着的时候 就告诉他 慢慢休 慢慢休 那再不行 生病的时候 还不要病得很严重的时候 那个力量很弱 新的力量很弱 越做不了主 他越做得了主的时候 来做越有用 自己做最有用 所以你一定自己做的 不要一直担心 然后怕以后没有人住面不能往生 我告诉你 不要这样想 你一定要自己现在先做 所以不要等到说病重的 或是灵命中 没有 再帮你住面 住面不是大家念给你 没有 没办法 没有人能够念给你 没有 你看静患王 佛陀的父亲 静患王往生 有 穆建连蛇利佛 佛陀带蛇利佛 穆建连 那么几千个阿罗安君 有人在那边祝念吗 没有 只有佛陀祝念 他的祝念不是念我 而是帮他提起这件 你告诉静患王 你这个身体是无孕 是无产的 是无我 那一般我们没有 一般的人没有 你就告诉他 重点 你就告诉他 你这一生就为社会贡献了很多 那你要讲他的好处 不能讲他的坏处 因为他那个时候 心里让他光明 提起善念 住愿就是帮助他提起善念 提起正念 那么有助于他善的这一部分真强 成为主要的业 领导的业 气是这样 所以就告诉他 然后他担心的 比如说担心女儿还没嫁 担心孙子没有人照顾 担心太太没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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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先生的病 没有人照顾 那么就要告诉他 就让他放心 然后他有什么事情没办 你告诉他 我会帮你办好 第一个让他放下 第二个让他提起善念 提起正念 给他一个目标 比如说要往生信徒 或是说要升到天上 或是心存善念再来做人 反正就不管 你就给他一个目标 告诉他现在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最好 你放心的 你担心的告诉他 我会帮你办好 让他不要放心 然后每次都强调 他常常借降流给隔壁的人 然后人家有困难 就不思 都不计较 而且你要知道他好在哪里 强调他的好 这样就好 这个是最有效的 那最有效的干嘛 就是平常就跟他讲 但是有些人平常没有生病 还没有死的时候 你跟他讲 他不当以为是 所以有些人都是要死之前 他才惊觉掉 我现在又走了 我何去哪里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他心思有力量 除非业障很重 业障很重 业障很重就意识不清 那个时候就 他可能会看见很多 很多鬼道众生 或是什么样 他不会灰心 很多 有人看一些人 意识不清楚 随便乱讲话 他开始在痛苦 那时候开始在痛苦 那个时候如果有 就是在旁边先帮他念佛 助念 不是 就是先帮他念佛 念佛 让那个气场 旁边的这些人 那个力量先 就是要先扫定 就让那个力量先强起來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境界如果少了 再开示他 让他心生起力量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至于死了之后 请谁来诵经 然后念多少 念多少个小时 死了之后 念多少个小时就没用了 死之前明有的时候 念比较有用 那死了之后 也不是完全没用 就是说 他不如你在死之前 念有用 死之后他就是终因生的阶段 终因生的阶段还是有用 那西藏有一些就仲在终因生救護 告诉他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 可是你要之前有修啊 不然他怎么这样修 臨死也修不起来 终因生还是有用 但没有那么像你在 你在还你友之际的时候 你也有用 你像乖武教授心 武教授心都是还没死之前 你念地藏 地藏心也是这样 还没死之前 还在的时候 神是在的时候 你念地藏心给他听 告诉他因果道理 让他生其上法 然后有罪就忏悔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有一些什么东西放不下去 让他放下 然后告诉他 都是都是在生前做的 没有在死后做的 那地藏心就是说 你生前你就必须要这样做 那明有之心就要这样做 那等到死后再为他 再为他 生前要做这个时候 再为他修补拿他的钱去布施 帮助穷人 做这些 那么有一点帮助 那个时候七分功德 他得一分是这样 所以他最后就跟你讲 你要自己做分分自得 永健的时候 身健康的时候自己做 每一分都是自己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现在的人不是 都是 他跟死叫人做 他跟死叫人做 他跟死叫做 那还算不错 我回到死就把他做 你看 这种 所以 所以佛法本来是很正确的方法 后来就变了变了变了变到 越来越异了 那越来 所以末法就是这样 那狗毛就没力了 直毛就没力了 直毛就没力了 那头那里有力了 你用那个毛的 那也没力了 末了嘛 末梢了嘛 这没有异样 好 那人死为鬼啦 人死而有功德 成为神 这是一般的 一般的 就死了 一般的 中国人的说法是 死了 然后有力了就成为神 那神很多 对我们最主要比如说观光 乐会 都帮神来办 你看很多什么将军府 什么将军 什么元帅 我们附近也有 然后什么千岁 那个都是以前那种 皇帝的兄弟叫国王 那些王 那他们有力量 然后他死了人在纪念他 所以什么 什么红元帅 马虎千岁 元帅 然后什么王 这些 死了就变成神 其实死了不一定变神 屏东内谷 还有一个韩玉庙 韩玉也被当作神了 那所有的 甚至连小说里面的都被当成神 我记得我们家 我记得有拜孙悟空的 齐天大圣的 齐天大圣不是真的 是那个无成人创造出来的 我相信不久就有拜皮卡丘的 就开始会有这个 那这种东西就是 有些是创造出来 但是人家也拜 但是你拜还是有 比如说你这是齐笔 你那会去拜 也会有齐笔神 为什么 他这个是鬼神附上去 所以你看那个笔仙 有没有 一样 你用什么他就是被什么仙 你用笔就笔仙 你用书就是书仙 你用桌子就桌仙 反正就这样 你给他画一个石头就石仙 石头弓 树就变成树神 是鬼神会依附 不管你拜什么 他就会依附什么 你一支铅笔 你给他拿去拜 就会有铅笔仙 铅笔神 他是依附在里面 所以你给他写牌位 他也会依附 就写他的名字 然后有人拜 他会依附在哪 是这样子 但你说那祖宗的 没有不一定 你拜这个他不一定是 你说你拜是这个人 比如三太子 刚刚全台湾的三太子 至少我看 像至少都有十万个 哪来那么多三太子 祭公呢 祭公哪里是这样 祭公不得很这样 可是那么多祭公神 也不是 那都是其他的鬼神 父人 那这个各式各样的 还有封神 羽神 山神 水神 土地神 五谷神 三金木怪 痴妹亡良 那就是种种 中国也很多 西方人也很多 西方的鬼神 跟我们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 易经所说的精气为物 有魂违变 来说精气 就是魅 就是吃魅亡人的魅 鬼魅鬼魅 无人记事的 有魂 那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句话 其实也不容易解释就是了 很多想解释吧 那如果我们依佛教的来解释 就是说 毕士 精气 靠下去 最常讲精气是精气是什么 那精气 尤其是道教 后来道教强调那个气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还讲 精如果是精神 那就是意识 意识 就是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像圣诸子是有形的 那个精气意识它也是 它不是像是种食物 不是 但是它附在哪里 比如说它附入投胎 那它后来就生出来 就附在那个东西 它就形成那个东西 比如说它已刻一个神效 它附在那个神效 它就变成那个东西 就 那一般来讲 投胎来做人或做动物 做动物做什么 然后它是那个意思附上来的 附进去 然后就变成变成变成这个东西 然后死了之后又悠善了 然后就开始又又又 因为它在讲刚开始 为什么会有这些 然后死了之后身体散掉了 身体散掉它连魂就离开了 讲连魂然后讲意识了 又离开了 然后就开始又又 这种形状不断在变了 那这句话其实很多种解释 但是我们大概如果从佛教来讲就是这样 死了 做人 做天 做动物 做苗 做马 那不断在变 疫情就是在讲变的 那么都是 那导师就举这个来讲 鬼 灭 是种种种种 那么据佛经说鬼是恶鬼 其实鬼不一定是恶鬼 但是因为恶鬼占大多数 所以叫做恶鬼 恶鬼道 但是我们知道土地宫它也是鬼道 但是它不是恶鬼啊 土地宫还要分 就好像有些屏东 屏东好像是车城那边 那土地宫你知道都大间嘛 哇 那个好尖 那个比一半的神还大间啊 没看过它们 它有的土地宫就小小的一个 就在墳墓前越小小的一个 而且你看它们大间 那个一样是做土地宫 一样是做土地宫 那么佛报也不一样 那你像那个谭西大师 隐城合一路里面不是讲 有一个禅宗的守座和尚 死了去做土地宫的 那她太太因为她出家投了自己 她死了去做土地宫 土地宫的土地宫 那也是啦 鬼道 可是它不是恶鬼啊 恶鬼就是我们比如说宴口那种 肚子很大 然后我们让它魔化兴趣 然后会化成魔 很多种 三种 那种恶鬼 那后面会说 那我们就等下来讲 只是大概讲 那鬼是恶鬼 这里讲的是恶鬼 但是鬼不一定是恶鬼 没有人 恶鬼没有力量 所以大部分人 信宗教不会信的鬼 信的都是 如果是鬼神 信的都是有才鬼 那像万应公那种 万应公那种 那种是少才鬼 那种力量比较小 那像城隍 城隍的力量都大 光宫 城隍 土地宫 这些都是有才鬼 拜的都是这种 比较不会拜恶鬼 那么神 是四大王仲天所统色 四大天王 那这些四大天王 是统色这些鬼神的 天龙八部的 那我们就变成是眼罗王在统色 那主要是叶叉 叶叉就是 有时候叫叶叉 叶世界里面的十二叶叉大象 那个就是叶叉 叶叉 罗叉 叶叉跟罗叉不一样 其实我们有一些 叶叉 罗叉 阿修罗 这些是不一样的 这个观音菩萨很有名 这个飘过到罗叉鬼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印度的话 那中国就是叫做什么 痴内网粮 就有很多种 旁边都有个鬼 但是不太一样的鬼 那叶叉跟罗叉 如果印度的神话讲是 都是那一个犯天人的脚底伸出来的 但是两个 两个会打架就是这样 脾气都不好 那这种叶叉 如果与佛要来讲 那么匹萨门天王底下同领的都是叶叉 密宗里面叫做直金刚神 那这密基金刚夜叉鬼王 密宗里面的密基金刚夜叉鬼王 那基本上都是北方匹萨门天王统治的 那罗叉有些是说南方多文天王统治的 都是罗叉 就是南方多文天王统治的鬼 是罗叉鬼 北方匹萨门天王统治的鬼 是夜叉鬼 就可能不太一样 那这个 罗叉罗叉 罗叉鬼国在历史上有谁也说有 但是这个都是传说的 比如说以前的俄罗斯也被说成是罗叉鬼国 俄罗斯也被说成是罗叉鬼国 那斯里兰卡那边也有说有一个罗叉鬼国 好 那这个都是有时候民俗传说 那这里讲夜叉罗叉 他们都有福报 那是属于鬼道 是属于鬼道 所以老师这里是把鬼跟神分开 那清晰门上就是鬼神 有才鬼就是神 有才鬼就是神 那无才鬼就是恶鬼 就是把他分开 无才鬼叫做鬼 有才鬼是神 那夜叉罗叉 那且 那嘎是龙 那龙是畜生道 天龙八部里面 时间到了要下课 先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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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下课